这是联合国耳术基金会的赛格代表 孙夏女士上台来接受 第一个个出票 好 加拿大青少年基金会自成年以来一直得到瑞邦青棕金会的大力支持和同志 在此我请代表青棕会与所有成员在此感谢 瑞邦青棕金会和青少年的支持和帮助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瑞邦金融总裁 廖子卫女士董事长李鸿先生 到前面来为加拿大青少年基金会捐赠支票 感谢瑞邦金融慷慨责赠 为青棕会捐助 29999元 请青棕会成员一起代表青棕会接受捐赠 同时也邀请所有的YP嘉宾一起合影 感谢社会科技的朋友 德美名来宾对青少年的关爱对下一代的徒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